親愛頂姊妹,我們一起同心合意託告。 神啊,你說政府的權兵,人人都應當服從。 因為沒有一個權兵,不是從神你那裏來,掌權的都是神你所自己設立。 在這些日子,各個政府正是為著疫情防控而作出努力, 主要我們為到地區政府、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祈禱交上。 求你幫助他們,讓他們更加了解疫情的需要, 讓他們有知識、有智慧、用適當的方法和民眾進行溝通, 不會引起任何的恐慌。 我們求神你也引導政府在重啟經濟的姿勢, 也好好實施防疫的措施。 懂得如何分配好資源,為到市民提高更多的測試。 主啊,願意市民的健康是得到保障。 我們也在這裏求主你幫助那些無家可歸者, 讓政府能夠懂得如何提供更多的臨時庇護所, 保障他們的生命安全。 如果當兩黨有分歧,聯邦或者州政府有不同意見的時候, 求主你幫助他們,見到社會真正的需要, 讓他們真是全心全意為國家服務,不是為政治而服務, 是為人民謀取更大的福祉。 主啊,讓這班官員都認識真神你自己。 願你興起更多敬虔聖結的基督徒為政府的官員, 按照神你所持的智慧和策略去治理國家。 願你自己得著一切的榮耀。 我們的祈禱教堂,奉主耶穌命求。阿摩。 好,今天我們來到羅馬書的第十三章。 而第十三章一開首就說, 在上有權並的,人人當純福他。 那些人就會問,或者鄧兄姐妹就會問, 如果一些生長在,或者仍然是活在一些極權的國家, 一些暴政,而這些暴政,這些極權的政府, 是有意去立一些惡法,來欺壓人民, 去壓制他們的言論自由,去壓制他們的出版自由, 我們是否仍然要去支持這些政府, 仍然要純福這些極權的政府呢? 這些暴政呢? 當然,眾說紛雲,有學者說是。 是這樣的,因為畢竟羅馬帝國當時來說, 是保羅生長在羅馬的帝國裏面。 羅馬帝國都是一個很dictator的一個極權的國家。 有些學者就說不是的,當時羅馬帝國還未去到碧北, 是後來的彌路,晚年才是這樣做的。 這個是早期彌路的,所以法制仍然是很完善的。 究竟是誰是誰非呢? 我想,這件事其實都困擾了我, 但是很幸好的,在羅馬帝國裏面, 在羅馬書的第五節裏面, 就說了一段令我挺欣慰的。 他就說什麼呢? 他說,第五節, 所以你們必須純福,不但是因為刑罰,也是因為良心。 我相信保羅在這裡想說的是, 當我們作出對純福的政府, 是要基於我們的良心。 而這個良心就基於我們對於福音的真理, 而對政府作出評估, 而對政府作出一些對我們要求的, 是否違背福音的真理, 是否違背良心, 來作出對政府的一些回應。 無論如何,怎樣也好, 我很深信在《阿摩斯書》裏面的第五章第24節, 給了我們的鼓勵,也給了我們的提醒。 《阿摩斯書》第五章第24節裏面說什麼呢? 他說, 作為願公平如大水滾滾, 使公義如江河滔滔。 但願這段經文裡面, 或者這段經節裡面, 都能夠讓我們, 給到我們的提醒, 給到我們的鼓勵, 也都讓我們作為基督徒, 對政府作出一些適切的回應。 願主祝福你們。